获得人民信托局奖学金的努诺丁 在英国因为私藏三万张儿童色情照片和短片 犯下鸾童罪入狱五年 鸾童犯一时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 有有有 Yes, yes, of course 不都会打不拿了,才有 那要打不拿了,哈哈,OK 会啊 因为他对于那些观看那些影片会对他有影响 有有微协心这样的,有点微协心 Of course, but there are a lot of them also in Malaysia So I'm sur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of them Because they are sick Worried to mostly worry, everybody people must worry Any parent phone, definitely were worried 就学那种柔道啊,或者防生素这样啦 不要单独跟陌生人在一起 然后或者给我们知道谁有来过我们家 便你可以知道是谁嘛 Basically, we tell them Whatever is private, it's private irregardless of whether it's uncle, auntie, brothers, sisters Or whatever, you know So if they have a problem of people coming to them Talking about private things Or touching about private things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y are to come to me immediately啦 It's hard啦, the thing is 2007年8月,只有8岁的努林失踪 遗体在28天后被发现 他生前曾被变态色魔凌辱 四处和肛门被黄瓜和茄子插入 鸾同屁后变态色魔 这只是一个偶然的案例吗 还是孩子毕竟毫无招架之力 家长甚至是我们的社会环境 应如何给予保护呢 欢迎回到现场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 百格大家讲 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邱香 今天在现场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马大精神医学专科副教授 黄詹元心理医师 我们欢迎黄医师 第二位就是自立捍卫儿童 及妇女权益的律师 李树化律师 我们谢谢两位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到现场 刚才看过了这短片之后 对Norning这个case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看这个是其中一个 进来的大新闻 当这个报导 看电报之后 或者被报导之后 很多人就联想到 曾经优秀的人 是不是都有一点怪弊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不是一个 很公平的狭想 它只是个人个案 我觉得我们都是要去参考回她本身 她的心理上 她的性格上 可没有其他的问题 不是只要把她的成绩优秀 把它放大 然后就联想到 一个成绩优秀的人 一定有一点性格怪弊 或者有这种性取向的怪弊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想象 这样黄医师 这种人家说这个恋童 恋童癖是天生造成 是天生的原因 还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呢 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 一个人的对这个性的成长的过程 小孩子童年的时候 对这个性这方面是比较模糊 没有这种说的对性的兴趣 到你开始进入那个成熟期的时候 那么你会开始会对某些东西 当然是正常是对异性会有兴趣 那时候才开始去建立 你以后的兴趣向 所以你说天生 那么天生的时候 你是完全看不到 很多是后期的因素 或者它成长过程的因素 就会去影响到成长后 或者成熟后你的兴趣向 所以是后天的啦 后天比较多 因为很多人说就是那种 好像我们看到很多那种施暴者 或者是软偏僻 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在他们过去的时候 都曾经有被这样子施暴的经验 所以才会造成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啦 或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的童年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很多家暴或者也是看过其他童年被强暴 我完全对这个姓或者对这个童年的阴影 完全不能翻开 有点模糊 这样李律师您觉得呢怎么样 这个软童案 软童案呢 我看以目前整个世界的趋势来讲的话 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之前就听说天王巨星这个Michael Jackson 他卷入这个软童案 突然间人家说这怎么回事 因为软童案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来的 那么在英国也是这样 那么英国本身呢 就是说这个谁啊 这个我们的个案主角 他怎么样会被发现 是因为他下载很多这样的一种 三万张 对对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影片 那么这个影片呢 这个软童案件呢 这个软童影片呢 根据查案警官来讲 说是已经是那个什么 那个行为已经是难以形容的了 他们看过最严重最恶心的 用这样子的形容 对对对 那么他本人基本上也是涉及到making 就等于说是他也涉及到making 那么他也是有distribute我 那么他自己本身又如果在正常的情报底下 如果偶尔一些人就是只是偶尔这样去浏览一下 可能可能就是警方也不会去这么注意了 但是他看到很多很已经是收到已经是禁止 禁止看那种镜片他也有 所以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 因为警方应该已经是关注了一个一个时期 那么当然了就说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 也许呢就说没有人讲 这些人在做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但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 他们对这种软童案件是非常 他们是非常严正看待的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马上他们就查取行动了 那在马来西亚 我看我们这个英国的这个学生 刘英学生 这个案之前几年前就一个马航的一个机师 去到澳洲 Adelaide那边 也是他的那个laptop那边被搜查出来 就是有这个有这个软童的那个什么的影片在里面 所以马上就被抓了 而且呢也被罚款了6000这个澳币 这个澳元 而且呢这个澳洲政府长就说 这个不应该这个机师 因为他说nothing to declare 然后呢就laptop那边找出这样东西 说你们把这种不好的文化带进我的国家 这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说 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律呢 在这方面大家没有去没有去严正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说其实可能很多人在做 做这样的事情 在国内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没有人去告发 没有人告发 也没有人去检举 所以变成最后的时候呢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讲就是说 根据这个调查报告讲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看事情影片的 在世界上排第二的是丁家 邓家楼啊 丁家楼啊 是啊 ok 竟然是丁家楼是排世界上 你说的排名是世界上 对啊 世界就是浏览这个浏览网上最高的 对啊 邓家楼就是这个很严重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 有这样好的排名 对啊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这本身是一个病态来的 一个社会病来的 这个是一个精神治病 是一种好像恋童是一种精神病吗 我们已经接受这个是一种精神治病了 哦 它是病 所以是如果它干下这种罪行的话 可以说它是一种病 然后 有这种行为 我们已经说它有卵童症 如果它重复有这个行为 而且影响到它的私教 或者它日常生活的功能 我们已经说这个精神治病 或者我们叫它做卵童病 我们下期再见 好